多倫多市府通過5年內撥款8,000萬元 在北約克一間三星級酒店 為600名難民提供庇護地方 何家碧的報導 多倫多市府表示 自去年9月以來 市府庇護系統中的難民入住率一直穩步增加 主要與邊境重開以及旅行限制放寬有關 今年上半年 平均每星期有55名身底部的難民入住庇護站 目前系統有1,800多名難民 雖年初的時候市府已經增加了750床位 但需求繼續增長 市議會昨天通過5年內撥款8,000萬元 和北約克一間三星級酒店簽署協議 提供一個可以容納600名難民的庇護空間 市府指目前的趨勢與2018和2019年 多倫多庇護系統所經歷過的難民申請人數大幅增加一致 因此為了應對需求 市府計劃籌組新的部門運作難民專用庇護站系統 提供持續的支援 幫助難民在本國適應生活 同時遷移難民到新地點 可以為市府非難民收容所騰出空間 計劃預計在下個月生效 在下個月生效